卡卡全名李卡多 伊泽克森多斯桑托斯雷特 卡卡1982年出生在巴西 巴西里亚 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母亲是一名小学的教师 他还有一个弟弟 卡卡的名字由来 就是因为他的弟弟小时候 念不出他的名字李卡多 总是念成卡卡 最后呢卡卡就用卡卡 当了自己的名字 卡卡家中还是非常富裕的 七岁的时候呢 他们全家搬到了圣保罗 据说他的父亲 还是圣保罗俱乐部的 一个小股东 所以热爱足球又天赋的卡卡 顺理成章的 加入圣保罗的清训营 18岁的卡卡就代表 巴西圣保罗完成了 自己职业生涯的首秀 20岁卡卡入选了巴西国家队 并随队拿到了世界杯 但是这届世界杯呢 卡卡并不是主力 只有第一轮对 哥斯达利加的比赛呢 替补登场 替了25分钟 最后的06年和10年的世界杯 虽然没有拿到冠军 但是作为主力呢 他都是赛事的主攻网 21岁卡卡加盟了AC米兰 当时的转会费是850万欧元 05年卡卡23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打进了欧冠的决赛 但是被利物浦在伊斯坦布尔奇迹了 两年之后 25岁的卡卡完成了复仇 帮助米兰拿到了欧洲冠军杯 而且还是当时赛事的最佳射手 决赛里卡卡虽然没能进球啊 但是他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直接造成了AC米兰的第一个进球 第二个球呢也是来自他的助攻 随后的一年 随着舍弗清科出走切尔西 卡卡成为了米兰的绝对核心 安切洛蒂把他放在了风线和前腰之间 这个位置最大的发挥了卡卡的潜力 2007年也是卡卡职业生涯的巅峰 他不仅拿到了年度最佳球员 还拿到了金球奖 那一年正是他最好的年华 风驰电车的少年 驰骋圣西罗横扫罗巴 多次上演白马银灯单枪救主的好戏 那时候的卡卡真的是速度和技术的完美结合体 而且他还有着出色的视野和穿球技术 卡卡的射门也是非常好 无论是禁区内外还是左脚右脚 都能给对手造成殖命一击 2009年卡卡6700万加盟了黄马 这是当时的世界第二身价 第一是奇达内 7000多万 但是同个转位装呢 C罗也同时加盟了黄马 他的这个第二身家呢 就被C罗打破了 但是卡卡加盟黄马之后 伤面不断 状态下滑 身体已经不能支撑 他从中场带球快速突进了 之后在黄马过的并不是肯爱心的卡卡呢 回过AC米兰 也没有找到顶峰的状态 终于在2015年呢出走美国 加入了当时美国大联盟的球队奥兰多城 奥兰多城的大股东啊 是一名巴西的商人 所以卡卡加盟奥兰多和这名巴西商人啊 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 卡卡加盟美国大联盟之后呢 也有一些不错的表现 但是状态终究还是在下滑 最终在17年选择了退役 卡卡不仅在球场内表现得非常好啊 在球场外啊 也是一名乐善好事的榜样 04年的时候 卡卡就成为了联合国联市计划署的反极恶与贫困大使 他也是最年轻的大使 05年的时候呢 又帮助印度海啸的灾民赈灾筹款 08年他被时代杂志选为当年100名最具影响力的名人 他属于英雄仙区类名人这一列 卡卡有一段青梅竹马的爱情 他的恋人呢叫做卡洛林 这段青梅竹马的爱情啊 终究没能天长地久 不过两人有一个儿子 还有一个女儿 现在呢 两人也各自找到了自己新的爱人 希望他们过得都好 好了 我们卡卡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我们现在回到游戏中 我买的是这张卡卡 是87数值的 是张低配 我大概比了一下 低配跟中配 数据上看 细看的话 没什么太大区别 低配的话速度还快一点 所以我就买了这张低配 他有88的速度 控球也是非常好 有90 平衡低一点只有81 射门有80 那射门里的终结很低 对于他这张卡来说 只有79 传球一般 只有83 身体也不是太好 强壮只有71 但是呢 他有五星的花式 还有四星的弱势角 当时买这张卡的时候呢 花了接近90万吧 这张卡刚开始用的时候 觉得他这个带球转身 还是差一点意思 所以我给他换了一张发动机 他的射门总体上来说 不是太优秀 中规中矩 有时候一些觉得不错的机会 他完成的也不是太好 但是他也不是个前锋 所以对他射门 我要求也不是太多 他五星的花式 加上他的这个控球 做起动作来 我觉得频率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这个游戏有一个问题 他不能还原现实中卡卡 那种血液的带球 游戏中呢 卡卡带球 躺的也是很远 但是现实中卡卡 虽然把球躺的很远啊 但是是结合了 他的跑步和这个节奏的 虽然球躺的远啊 但是球能控住 游戏中就还原不了这种情况 球一躺远就被断了 而且他身体的强壮不是很好啊 很容易把球挤下去 所以总理来说 卡卡带球在游戏中 不是很好 而且游戏中 感觉就是场地太小了 周围还是人多太挤了 卡卡又高啊 球离身体比较远啊 所以掉球的情况还是很多的 所以总结起来 这张卡就还是半张情怀卡吧 玩的话还是可以的 毕竟有五星的花式 但是射门和带球 并没有非常的出众 速度我觉得他倒不是太慢 其实他可以打422的边风 但是大部分时间啊 我用他的时候啊 他都是打这个41212的一个前腰 他其实有一场比赛表现非常好 完成了帽子戏法 但是我的设备出了点问题啊 没有录下来 直到最后才发现 但是他进球也不少 我们还是有一些精彩画面 可以给大家展示 卡卡的评测呢 一是来自第八期舍瓦 还有爱心评测的热度评论 还有股东利维亚杰洛特的这个要求 我们卡卡的评测 今天就先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请不要忘记三连支持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